那這個叫做Prent Expanding 就是頂點直接畫 那你既然可以用VD圖 你一定會想說 那我乾脆直接畫在它那個上面 直接畫 照理講應該是做得到 那這時候我會找到這樣的功能 我還不懂 我們來稍微論化一下看看 那 這裡我們先進來 我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 地方 我就 加一個 猴子頭吧 加一個猴子頭 猴子頭 夾在這裡等下 我先切到正面 我們加一個猴子頭 看一下這個 OK 準備看得到 然後呢 讓它平滑一下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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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 直接按 擋錯樓梯頂 太大 這樣差不多 好 OK 這樣一個猴子頭 如果我們進去做編輯 我能不能直接在上面畫 感覺好像不行 可是事實上 需要一個地方要設定 在 他說在這個 這個 Vertex color 在 Material 這個 裡面 有一個Vertex color 除非你把它打勾過來 一次不能直接在上面畫 所以我們在 Material 這裡 我們 menu 的時候 這裡要用 有個 Vertex color 它會如果設成800 600 會比較多 PAI 後面 解掉 Vertex color 那 有了這個時候 我們選這裡 Vertex 對 那你就會看到 又跑出這個 筆 那 這裡 你就把它 稍微設定 成適當一點 我現在筆這麼粗 畫下去 肯定很粗 那 我如果設成10點 好 那我現在呢 因為我 現在這個 這個 它都白色的 那 我把它隨便 弄成 黃色來畫 我不知道 我到底畫到哪裡 其實我不知道 那我隨便弄畫 那你能看到 好像有顏色 對不對 但是 不夠亮 可以 淮金光色一下 好 確實有顏色 OK 那這種方法 其實 跟UA 有點像 只是它直接在模型上面 做畫 那 有時候 你把它展成UA 你根本看不出來 鼻子在哪裡 所以這種方法 或許 有時候會更好多點 那 多一個試試看 好 謝謝 謝謝 示範